好的 有位朋友他跟我們留言 他說最近聽說政府提高了健康保險的最低收入的金額 他擔心自己會不會因此變成白卡 因為之前還符合政府的加州保險的水準說 我可以在這個線上可以買到健康保險 但是如果提高了最低收入的上限以後 他就怕淪為白卡 所以他自己也不想去拿白卡 那麼這種情況他想請教一下我們的專家 首先這個消息靠譜嗎 他有什麼方法不要淪落到去拿白卡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天寧保險的張念廷 張先生幫他解答 張先生您好 利亞好 大家早安 是的 這個問題大概在三個星期前吧 我們就陸續都有客人跟我們來核實說這個是真的嗎 要提高甚至於有的客戶跟我們說是提高的是1000元 這個金額很高 那我們要知道收入是加州健保的關鍵的關鍵 也就是說收入的調整 假如聯邦政府把收入貧困表調高了1000元的話 然後這個金額很高的 我們要知道白卡跟銀的跟它的隔壁 白卡的隔壁就是銀94的收入 那這個的縫是很窄的一條縫 比如說單身你的這個縫 白卡跟銀94之間的縫 只有1545元的差距 那這個縫很窄 假如說政府真的如這個傳說的是1000元的話 那我估計有很多很多人都會進入到白卡 那這個是大事情 那我們呢 就特別為了這個事情 就緊急的跟加州政府的單位聯絡了 我們也去求證跟保險公司聯絡 甚至於我們用書面的電子郵件往返 那留下的都是白紙黑字嘛 他們說目前沒有 哦 沒有 目前沒有 那至於什麼時候會有 我們說是各位要知道聯邦政府做這個貧困線表的調整 是一年兩次 那不是現在 現在不會調整 所以呢 我們會在空中跟各位解釋一下 你要關心 但是不要產生恐慌 因為事情還沒發生 至於可能會調整 但是等到它調整的時候 我們會及時的在空中跟各位報告 那我估計不會有1000元這麼高 而且它調整的話也會給大家一個時間嘛 對吧 也就是說 比如說多長時間開始嘛 它會有這種 但是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好 那你說政府會不會 加州政府會不會這麼的 好像有一個公告 不會 不會 不會嗎 就馬上投了 不會 它是 就是說 一天24小時 它無時無刻都在用電腦在核雷 它用電腦在比 比什麼 比你最近的一次報告給政府的你的收入 那你有各種的方式嘛 你報告了 說我的收入 我預估收入是這麼多 那它電腦的比對呢 就會按照新的收入表 把你歸類成白卡 那 政府會寄信給你啊 政府不是那麼那麼霸道的說 你就是白卡 政府會寄信給你說 根據我們的審核 你是進入白卡 可是 你有沒有話要說 你假如說可以提出新的證明說你的收入不是這個這個 我還是不是白卡 你盡快跟你的保險經濟提出來 我們就很樂意的幫你送給政府說 它不是白卡 你不要亂搞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喔 那我在簡單的呼籲一下 凡是有收到政府的信件 別把它放的不當一回事 要趕快打開來看喔 那政府不會寄廣告說你中獎了什麼的 政府會說我現在新發現是什麼 你有沒有話要說 有的話快說 好的 所以告訴你中獎的信息可能都是假的 請大家一定要小心